局长上次做了一期开端大结局的预测 结果评论去炸了 一群人说要给局长寄刀片 一个个麻瓜多在抱怨避疫结局 吓得局长是一身冷汗 觉得不安排一个HE结局都难活下去了 可是这个结局全都是所有细节堆积出来的结果 根本不是局长主观的设想 如今局长又一口气刷到第13集 并且看完最后一集的预告 又得到了一些细思极恐的结论 更加笃定之前预测的大结局 绝对是唯一的真相 本期局长会结合更多的信息 完善一下上期的预测 对开端做一期终极预测 这将是一个全网绝无仅有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循环模型 其实开端的大结局早就隐藏在第一集 唯一可以确定的现实是 开局的第一场车祸 也就是女主所谓的第六次循环 5月9号1点42分这场车祸 就是循环的开端 也是大结局续接的现实 在这场车祸中 女主由于梦境的提示 让自己能够提前下车 成为唯一的幸存者 并且还影响了眼镜的命运 让眼镜从这场车祸中留下半条命 最终一直迷落在抢救式的呼吸机上 眼镜在迷流之际 她不甘心就这样死去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误入了时间的中心枢纽 结果一直能够随便进入之前的任何时间点 可是每进入一次 都会制造一个时间分叉 从而会衍生出一个平行世界 所以每次循环都是一种真实发生的现实 同时这场死里逃生的车祸 害得女主患上幸存者综合症 这个病症让她内心十分自责 所以在第一集结尾时 女主刚睡着就闯入了眼镜的循环世界 可是必须要明白 这场循环是眼镜主导着一切 女主只是一个陪衬 一切的循环都建立在眼镜的生命之上 也就是说 只有眼镜彻底死透了 才会终止循环 剧中有无数的细节都在说明这一点 要知道发生了二十多次爆炸和车祸 每次都是爆炸完之后 女主和眼镜重置循环 唯独在眼镜的第一次循环里 交代了车祸现场 以及医院抢救室的心肺复苏 这些都是在暗示 这场车祸 是现实 也是一切循环的基础 同时在一次次循环中 我们会发现一个细节 那就是男主越来越虚弱 尤其是从第九集到第十三集最明显 不仅醒来的时间变长 而且喘气声更大 倒数第二次已经开始流鼻血 那这一切都是对现实的映射 因为眼镜的真身躺在抢救室 她的意识越来越淡薄 无限逼近死亡 每一次的电击都是一次循环 直到胸口最后一次电击 她会彻底死亡 那时循环也会结束 她的意识会永远留在 最后一次循环的平行世界 肉体也会从循环开始的 现实世界死亡 同时女主会从梦中苏醒 也会回到最初的现实世界 我们必须要明白 眼镜和女主说的话 根本不能当真 所以他们认为一旦阻止爆炸 就能够终止循环 这都是他们的猜测而已 最初他们以为只要下车 就能够进入循环 后来也不是被打脸了 所以说他们阻止车祸发生 一样也会被打脸 同时最后一集的预告已经表明 即便活捉司机和大妈 阻止公交车爆炸 照样会继续进入循环 所以终止循环的唯一方式 就是眼镜死亡 第15集的最后一次循环 将是本剧的重中之中 这次循环将是眼镜后半生的归宿 她会从时间开端的现实世界死去 永远留在最后一次循环的平行世界 而女主会从梦中醒来 回到最开始的现实世界 同时在最后一次循环世界 她会因为阻止车祸而牺牲 这样一来 她的灵魂才会得到救赎 不然她会一生活在自责和内疚中 为什么大结局会是这样的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循环开启的根源 女主的心结是她间接害死了内车人 所以她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才会被困入循环之中 一遍遍地去阻止车祸和爆炸发生 而眼镜和女主完全不同 眼镜是一个自私的人 她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害者 甚至是被冤死的 所以她才留着最后一口气 不愿意识散去 最后被困入循环之中 只想提前下车 根本不想阻止爆炸 前五次都是在想方设法的下车 直到最后 她和女主的思想都有很大分歧 而女主一意孤行 总是在阻止爆炸 要不是她对女主动了情 也不会去帮助女主来阻止爆炸 因此眼镜唯一的救赎就是女主 只有女主用死亡的代价 换取一车人的生命 眼镜才会放下心中的执念 从自私走向无我 最终在现实世界安息 在最后一次平行世界重生 这样一来 女主会从时间的开端解开心结 眼镜会从时间的末端得到救赎 两人将在各自的世界度过余生 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共同相处的这段时间 一定会在彼此的世界互相挂念对方 并将这个秘密掩埋于心 要知道光女主和男主得到救赎 根本不够 司机和大妈也必须得到救赎 这个剧才能有完美的结局 而司机如果想要得到救赎 必须搞清王萌萌当年下车的真相 因为这是他们夫妻两人唯一的心结 而王萌萌下车的真相 就藏在内部小手机里 王萌萌当年要下车 绝对不是色狼这个简单的问题 有没有发现 所有人似乎都在隐瞒 王萌萌下车的真相 可以说王萌萌下车 是本局核心中的核心 从王萌萌的奇怪行为 不难看出 他当年下车的行为 似乎和女主是一模一样 那是因为他同样也进入了循环 他下车的原因 只是为了躲过公交车的坠亡 而不是终止公交车的事故 作为一个小女孩 她根本没有那么成熟的思想 仔细看 第13集有一个细节 也就是那个朱师傅 她一开始 根本不愿意讲出当年的事情 而是想让当年的办案刑警 替她说出事情 后来还是被逼的说出了真相 可是她的表述依旧含糊不清 那是因为她撒谎了 明显内心是有一股怨气的 先看一下她当时说的话 从她的语气中 能够看出她的愤怒和埋怨 她的内心一定隐藏了一个秘密 所以才会爆发出这些情绪 实际上 当年朱师傅也是遭受了不公对待 很可能是棚户区拆迁问题 于是她心生怨念 决定1点45分 在跨江大桥上 拉着一车人陪葬 当时她的计划应该很简单 也就是行驶到桥中央时 直接撸死方向盘 让车坠入江河里 以实现报复社会 还记得前年的安慎公交车坠湖事件吗 朱师傅策划的事故 就是这个事件的原型改编 可是王某某通过循环和梦境 早已经知道公交车要坠河的事情 所以她和女主一样 说了一堆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目的就是为了下车 而且当时她十分迫切 并给父亲打了两次电话 分别是1点42分和1点44分 这两个时间点很重要 因为1点45分就会发生坠湖事件 可是父亲没能接住电话 所以她下车的原因也被尘封 而且当时车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王某某却要下车 下车前还迟疑了一下 往车后看了一眼 那是因为她有些内疚 没能救下车上的人 与女主每次下车的迟疑一样 可是她万万没想到 这次下车 她会被另一辆车撞死 反而终止了司机的计划 结束了循环 可是付出的代价 是自我的生命 实际上前面她已经尝试 无数次下车 唯独这次成功了 如此一来 这个故事会十分完美 以一种双重循环结局 那么局长也必须再修正一下 上次的大结局 也会得出一个相对HE的结局 首先要明白 眼镜是循环的基础 所以她的死亡已经是一个事实 而且无法更改 同时只有她死透之后 循环才会结束 那么最后一次循环世界 会发生什么呢 局长设想 如果要以高分收尾 应该是这样的 通过倒数第二次循环 女主和眼镜已经查明真相 也知道了王某某下车的真相 并且把这个真相 告诉了司机和大妈 因此大妈才解开心结 他们会明白 女儿是伟大的 是为了救下一车人才死的 如果女儿还在 肯定不愿意看到 他们今天的暴行 所以他们会在 女主的劝说下 放弃爆炸计划 可是呢 这只是循环世界的阻止成功 一开始限制世界的 那场车祸爆炸 依旧会存在 眼镜还是会因为 抢救无效死亡 并且循环世界的女主 虽然没死 可是一旦循环终止 女主的意识必须从这个世界抽走 并回到最初的现实世界 彼时循环世界的女主会失忆 也就是公交车这段计 是空白的 她如同睡了一觉一样 从此不再认识眼镜 她们发生的一切 她什么也不知道 而眼镜虽然说 从现实世界死亡了 可是意识呢 永远留在了最后一次循环的世界 并且对女主产生爱意 局长推测啊 她会重新和女主认识 并且以普通人的身份相认 这种结局呢 和上季结局基本上是一样的 一开始的现实世界 女主苏醒 车祸爆炸 男主抢救 无效而死 都没有变 只是在最后一次平行世界 女主没有死亡 而是失忆了 车祸呢 是因为司机夫妇 自我救赎而终止 同时呢 解释王萌萌的真正死因 或许 这才是唯一一种 比较圆满的结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